诚意怎么一出现就闹笑话呀 尖叫之夜还没结束 诚意的最新笑料就开始满天飞了 左红毯拍照因为站在最边上 被曾顺欣强行拉到C位 那小表腔肯定又要被做成表情猫了 你们得站这 你们站你们站 都一样都一样 对无厌重前例准结 好就赞C位 算了吧算了吧 消息笑了很开心 后面紧急拉远 然后因为主持人问问题空了诚意 曾顺欣突然就把麦给了 琪琪让他讲话 要讲话了琪琪还在要造型拍照 话筒来了 谁打招呼 乖乖接下话筒 话筒给谁 啊 给我 进场后找不到座位 陈小招呼他座位在这 他以为陈小在给他打招呼 和他一桌的王鹤地白鹿陈小曾顺欣 在他后面喊他喊的 手都要轮冒烟了 主持人让大家举起手中的酸奶 琪琪找半天找不到 主持人让粉丝们举起自己手中的灯牌 琪琪又找半天 和剧组一起上台领奖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陈毅在晚会现场打车 可是当我刷到一个粉丝的视频 我的笑就转变成了哭 他从悲观的角度分析了陈毅的这一系列搞笑行为 入场没让C位 是因为怕被网友骂 他觉得能够站在边边就足够了 拿到话筒的第一反应是递给别人 从来不想着争第一个 被要求讲话也不敢多讲 只敢重复前面人说的 因为这样准没有错 经常寻找他的座位 不是他找不到 是因为这么盛大的晚会 还有这么多厉害的前辈演员 他没想过自己会被安排在正对舞台的C位中 甚至看特写的时候更而难过了 好像他内心在说 难道这次没有给我留座位 回到位置也是先跟大家抱歉 然后一一给同桌的人打招呼 莲花楼得奖后 他一脸懵的表情 是不知道自己也要一起上台领奖 要不是曾顺熙在旁边 真得主持人开麦喊了 那段被大家笑话诚意打车的视频 也是因为诚意内心觉得 莲花楼有这样的成绩是大家的功劳 这也是他自己说过的话 所以他想请大家先走 因为终于可以歇一会了 大屏幕却突然拍到了自己 本来还一脸疲惫的琪琪 瞬间打起精神 因为他知道 果果们都在看他 不能让他们担心 主持人说的安努西和灯牌 他会以为是没有他的份 在找不到这些的时候 回头看了看果果们 他知道果果永远在他身后 把你们手中发光的灯牌都举起来 所以他不是唯唯诺诺诺 他是太害怕出错 诚意获得个人奖项的时候 其实早就红了眼眶 甚至还偷偷抹眼赖 都说这十年不仅是李向以李莲花的十年 也是承郁的十年 他从陈晓旁边的小书童 走到了陈晓旁边的承郁 网友们还说 没见过陈晓和谁说这么多话的 更何况他俩是聊了一个晚上啊 哪来这么多话聊不完呢 网络结束 别人都沉溺在欢喜的气氛中 诚意却在给对面的粉丝鞠躬 他会留到最后 跑向最边的舞台位置 哪怕高定礼服落地 也只为拥抱陪了他一晚上的果果们 如果你看了现场视频就会知道 整个会场都是承意的厉害 果果们也只会在承意出场的时候 举灯牌会尖叫 因此承意一出场 场面根本就控制不住 果果们应该都知道 承意是一个特别爱唱歌的人 平时有事没事都会哼两句 自从莲花楼爆了之后 承意的每次舞台都会给他安排唱歌 尖叫之夜和曾顺熙 萧顺瑶一起合唱了天下 双声音唱了粉丝们最想听的 《一壶莲花楼》 尤其是导播切到这个画面 是谁用成平保了我不说 而且听说双十一晚会 承意被安排到最后压轴出场 粉丝们等他等到最后 不注意外 他一定会摇下车窗 跟每一个果果们打招呼 我要被热歌笑死了 当主持人问到静祖的事情 他很警惕地警惕了一下 因为之前直播说妈妈爱养花 但养花总死 于是承意这次说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承意的卢元和王权富贵吧 年度影响力男演员 承意 李相依李莲花 承意 起起 起起 哥哥